第318节 严寿的话说完 严子善就呆住了 这对他的冲击太大了 自己在人前人后不停的驳斥 一亩地产出二三十弹的传闻 那些种植了的人家啊 之所以不吭声 就是在等待看着自己的大笑话呢 可笑自己还以为 他们被自己的言论 不斥得无言以对呢 自己等着看云叶如何收场 原来云叶也在 等自己颜面扫地啊 老夫今日做了一次贼娃子 跑到云家庄家底啊 偷了庄家 侥幸得偿 就是这东西 名字叫玉米 也是一门新庄家 味道甜美 据说比起麦子不差分毫 可是产出 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老夫估算了一下 一亩地最少 也能产个五六蛋 这东西和土豆不同 是真正的粮食 老夫争取 多活一年 看着玉米这东西 在严家 生根发芽 否则 我闭不上眼睛啊 父亲 都是孩儿 自以为是 铸成大错 这上门去讨要 玉米种子的事情 就交给孩儿了 哪怕再艰难 孩儿 也会讨回来 言之推在儿子的脸上 摸了一下 笑着说 言家什么时候跌过头啊 你的脸面还值钱 不能轻易折损在云家 一个长辈 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 是看得起他 错了 咱家也不认 你父亲我 早就过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偷他家玉米 他家的护院 还不得帮老夫推车子吗 呵呵呵 我发现了一件妙事啊 言之推苍老的脸上 堆满了孩子般的皎洁 言子善心头大叫不好 只要父亲露出这样的笑容 就一定有惊世骇俗的言论发出 充分享受了晚辈们求知的目光 言之推才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老夫发现 做贼偷有瘾 这次得逞 让老夫神清气爽 这种愉快的经历 只有一次怎么行啊 云家需要多光顾其次 才是正理啊 啊 哈哈哈哈 云家最近的防盗任务很重 都是些老贼 成群结队的肆虐 云家庄子 先是看看土豆的收割状况 自己两亿亩地开始挖土豆 不用官府的人手 全是他们自己的家丁 挖出来撑一撑就不管了 还没人敢指责 华县令和主部瑟瑟发抖的站在大太阳底下 连头上的汗水都不敢擦呀 一副随时都要哭出来的模样 这两天呢 他们接到了无数的恐吓 必须照顾好老人家 只要一个出事 他们就会剥皮抽筋了 云夜 躲在玉米地里 垫着脚尖 看着那些该死的老贼 他们家里都有土豆 可是呢 谁都没当一回事 当初金鸾殿上 李二挖土豆 被他们看成是在作秀 皇帝参演的好节目 过了看戏的瘾呢 回头就把土豆这事给忘了 等到皇帝赐给他家土豆的时候呢 有些放在祠堂里供起来 有些随手就放在宝库里发芽 等长了长长的芽子呢 再拿出来喂猪 结果呀 这猪被毒死了好几头 那由于是皇帝赐下的东西啊 那没人敢吱声 悄悄的处理掉了事 说不定养猪的猪官 都被灭口了好几个了 粗心大意的云夜 这才发现呢 满世界种植土豆的 只有云家 长孙家 牛家 长家 秦家 玉池家 而且呢 还是长孙无忌 和几家家主商量好的 不告诉那些蠢蛋 自家种了好发财 所以云夜知道啊 有偷偷的卖土豆的 只是没想到供应商呢 只有这几家而已 怪不得这皇帝 不把土豆散出去啊 认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每回云夜问起皇帝 土豆为何这到现在还不能扩散四方啊 李二都是一副恶劣的模样 他就在等着这些人呢 上门去求他 好狠狠的敲一回竹杠 白白得到的东西啊 没人会爱惜 放置天下那都是正理啊 这些人不认同 老百姓就更加的不敢认同了 云夜被云家庄子的虚假开明 蒙蔽了眼睛 以为全天下的百姓都在翘首 期盼土豆的到来 谁知道这一切只存在自己家 长去的几家 云家庄子的庄户都不把这个好消息往外传 媳妇回娘家都不许让多嘴 要是泄露了庄子里的大事 就不用回来了 八十岁的老爷爷 在这件事上说一不二 没有一个敢违反的 这样的大环境下 那还传伯格屁啊 土豆发了牙 它本身就有毒啊 谁发了疯去吃 发了紫色牙包的土豆啊 那些东西看着它都不识善类 再说了 这发霉的粮食吃了 那也会死人呢 如果不是华县令捅开了这层窗户纸 云家根本就不会知道 星月躲着云家 这两天已经挨了两顿揍了 虽然挨揍的过程相艳无比 可是屁股上老是布满手印子 那也不好看呢 老钱躲在洛阳不回来 说是家里啊 在洛阳的生意呢 需要仔细盘查一下 没有个十天半月的 完不了 侯爷黑着脸已经三天了 家里的狗已经被踹瘸了两条 打鸣的公鸡脖子一扭 就进了汤锅 小鸭娘子 他们的课业更加繁重了 都一更天了 还抹着眼泪写大字呢 总之 云家的上空布满了乌云 变闪雷鸣的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这样的日子 没法过了 丫鬟仆役们 各个战战兢兢 直到李刚先生的到来 所有人呢 才松了一口气 小子 发什么脾气 不就是土豆的事情吗 你想想 如果没有这一遭 天下人能对这东西有认识 你也不看看现在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美家子真正拿事的人呢 这些人一般不出家门 现在全涌到你家地里看土豆 就说明啊 明年这东西一定会全面铺开 皇家 还有你 伸不到手的地方 都会重满 信不信 云叶给李刚 沾了一杯茶水 放在他顺手的地方说 都是些贱皮子毛驴 赶着不走 打着倒退 非要我狠狠地赚一笔才肯罢休啊 那你就赚啊 没说不让你赚啊 这回是他们心甘情愿送上门的 那为什么不赚呢 你卖了便宜 他们还不干呢 这是他们拐着弯的向陛下赔罪呢 嘿嘿嘿 说不定现在 皇家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卖土豆种子了 小子 你才种了几亩啊 皇家种的 那要是少于五千亩 你来问我 皇后娘娘精明过人 会把握不住这次的机会 你以为 把你关在家里三个月是怎么回事啊 总得皇家的土豆 他卖完了才好见你啊 云叶垂头丧气地问 难道说 华县令也是娘娘 事先安排的 你说呢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员 敢给脖子上挂绳子威胁上官 还反了他了 如果没有皇后在后面支撑 借他八个胆子都不敢呢 你以为名上就是那么好传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离你云家近 这种好事会轮到他 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云叶发现自己在大局观的把握上 插这些老家伙好几十条街呀 算计他人于无形 最后呢 自己乖乖的把脖子伸出来 往脚锁里钻 连二夫妇果然不是好东西呀 哎 去 给我煮点粥 哎 上回喝的那个玉米茶子 这味道就很好 啊 年纪大了 刻画不了那些个大鱼大肉 只能喝点玉米茶子 我家里的玉米少 不能吃 哎 这李刚先生啊 美美的喝了两大碗玉米茶子 这才消了一点气 回头却发现 星月 成夫人 牛夫人 长孙夫人 秦夫人 玉池夫人 这些妇人 躲在云家后园子里呀 喝酒庆喝 成咬金老婆的大嗓门劝酒 隔着两个院子都能听见 那好像都喝的有问题了 星月居然在描述自己被打的情形 老天爷 这也是能说出去的 等到天黑 星月面孔红红的 摇着手帕进了屋子 一张嘴呀 隆重的酒气差点把云叶熏个跟头 攀着云叶的后背 拿脸蛋磨蹭 一个劲的说 今天呢 真痛快 能把那些古老的传统贵族逼得囚到门上 这对这些新进的贵族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传统贵族的圈子 云家还进不去 这回不知道接到了多少勤俭 反正怀里是鼓鼓囊囊的一大碟 从他怀里把勤俭拿出来 没心情看 都是利益闹的 这是星月的领地 云叶一般不插手 衣服脱得光光的 床头给他放好弹云 拍着他的光脊 给他缓解酒劲 美女喝醉了兔 他也不好看 哪怕是光着的 脖子上青筋乱跳 撕心裂肺的兔威叶 这看着就心酸了 屋子里的酒味浓郁的化不开 也不知道到底是喝了多少啊 第二天清晨呢 打着小呼噜的星月 果然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 看样子 这一时半会儿啊 会醒不过来 云叶吩咐丫鬟 给他熬了小米粥 胃里吐得空空的 但愿他今天能有胃口喝粥 严家的帖子到了 据名的是呢 严之推 皇帝接到这样的帖子 那都会兴奋一阵子 更不要说小小的云家了 有资格接待这位老先生的 只有云家老奶奶 昨晚想把李刚留住做陪 谁知道被李刚 呸了一头的口水 说上次啊 就是给云家顶刚 才临老临老啊 被人家一口唾沫吐在脸上 还不能擦 这口唾沫呢 算是教训云叶 不知道尊敬老人 大唐现在找不出 比严之推更老的人了 他在严之推的面前呢 就是一个小娃娃 挨了揍 都没地方诉苦呢 你自己惹的祸 自己挨着吧 这说完就跑了 看样子 他实在不想再见严之推 挨口水了 等到云叶把一切安排妥当啊 老奶奶的寿型衣衫 已经全部换掉了 换上了当年 当媳妇时的衣衫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插着一枚白玉簪子 拐杖也不足了 双手交叉 放在小腹上 等着颜之推的到来 老家伙94岁了 还不死 没脸没皮的 来云去祸害呀 可怜的星月脸色煞白 早晨的小米粥是一口没喝进去 喝多少吐多少 现在身子发软 脚底打飘 需要丫鬟掺着才能站稳 云叶远远的站在牌坊下 等着颜之推的到来 礼数上是不敢有半点的马虎 就是礼二听到颜之推要见他 也需要到宫门口来迎接 把老家伙掺到太极殿 才会正式说话 颜家呢 是文宗 老祖宗是颜辉 家里世世代代的担任的都是 轻贵的官员 和那些世家豪门相比 颜家没有任何威胁 是每个王朝都不可或缺的一个家族 家族讲究耕独传家 不参与朝政 只是埋头研究学问 颜回呢 就是一个穷鬼 一瓢饮 一膳食 清贫度日 被孔子誉为是品德最高尚的人 所以颜家远远谈不到豪舍 颜之推坐着一头贱牛 拉着的牛车 牛车的时日久远 枣红色的木料 泛出琥珀的光泽 一只车轮是新的 另一只车轮是旧的 蓝衣老仆 拱着腰 牵着牛 在前面开路 后面有一贱仆 挑着一个礼物担子 步行跟在后面 颜之推到了 云野赶紧向前两步 接过老仆手里的缰绳 亲自牵着牛 进了云家庄子 老头子把光秃秃的脑袋伸出来 仔细的看两侧 连绵不绝的伤铺 再看看那些牛犊子 一样壮的孩子 嘴里不停的说 好啊 好啊 好庄子 好孩子 别看就这两句话 这说的是云野心头一热呀 老头子虽然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可是就这两句中肯的评价 就让云野对老兽性的品格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是一个真正的学问人 他没有指责云家 离商谷之地如此之近 有铜臭冲天之险 也没有说云家不顾民俗 自讲身份 在自家的院子里办集事 他只关注庄户们的富足 和孩子们的健康 面对这样的老人 退避三社又如何呀 进了门 云野把老头扶下马车 四个贱妇抬着监鱼 把老头抬起来 进入内院 云家呢 没有这东西 是星月昨天向长孙家借的 抬得很平稳 老头子似乎也很享受 彩衣贱妇一路走来 宛如行云流水 有一种韵绿式的美感 老奶奶站在二肉门门口 远远的下拜 云家内眷也一起败倒在地 恭迎老头子的到来 老头子在监鱼上俯下身 看着头发已经花白的 云家老奶奶说 赵师 云家遭逢大便之后 你抚养幼女 寒兴如苦 供奉祖宗 一日不错 更难得日行一善 现在更是潜心修道 复得谨守 德行无愧 云士复兴 你当居守宫 云士祠堂灵位 当有你一席之地 老头子的这些话 堪称是对老奶奶一生 做出了极为中肯的评价 这个评价很重要 甚至超越了皇家 对老奶奶的评价 如果说皇家多少呢 还带有点功利的因素 言之推对云家老奶奶的评价 就代表着 士林对他以前付出的辛苦 有了一个公正的认知 这必须磕头 云也必须大理寇谢 多少人家 想要言之推的一句评语 限万斤而不可得 云家有幸得到了 这是可以写进木制的呀 甚至是史家 都会在清史上记载一笔 因为大唐的历史八成 是由他家执笔完成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zoning 感谢观看